大家好,我們是廣義汽車,我是馬布佬 那今天為大家來介紹這一台 德利卡已經在市場上30年以上的 算是車款的老妖精 講這樣子,但是也是的確要稱呼它 老妖精也是不回過 因為德利卡在市場上 它是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 不過在商業車裡面 這台德利卡它現在是新改款的 那這一台是2020年的德利卡 八人座,它是自排的車款 這一台德利卡2020年才跑 一萬六千多公里 那里程數跑得非常少 一般的話,以商業車來講 你如果說賺錢車,像沒有一年在走 都走起來 如果有在做行李的 像沒有也走一個九萬、十萬 這樣做行李才會賺錢 所以說這台車可以說 它單純就是七頭車 使用率不一樣 所以說它的使用率很高 那我們要講一下這一台 現在新型的 這一台德利卡箱型車 它的頭燈都已經設計上 也是做了很漂亮的一個改款 算是大改款的車 你看它的頭燈的分離是整體的造型 美感度增加不少 那再加上現在自排系統 它在安全上設計也是更升等的 它有安全器 前面雙安全器 兩側還有盲點偵測 這商業車在盲點偵測 真的是很難得 而且你看現在市售的新車 還有一些交車 還不一定有盲點偵測 我剛剛在路上有跟它試駕 這個盲點偵測 它的確是真的對我們左右的來車 真的是幫助相當的大 盲點偵測真的很好用 那再加上這一台德利卡 它還有定速系統 讓我們在長途在駕駛的時候 那定速來講 真的也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這一台車 現在它還是八人座的德利卡 這台八人座的德利卡 它的第二排座椅也有ISOFIS 那在我們現在有一些 如果你需要搭載到兒童的話 ISOFIS也是相當的好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 得利卡八人座的自排 這一台車 這個車主 它真的顧得很漂亮 你看它的內裝 就幾乎跟新的一模一樣 車主也是很用心 它在中排的座椅 以割除橡皮的襯墊 這個橡皮的襯墊 我們比一般的傳統的腳踏墊 都還要好用 你看它的東西 你看看 你看看 光軟的條子 很新的 這台車可以說 顧得很漂亮 再來 德利卡它的設計 我們新德利卡 它就是它的冷氣 車側的冷氣出風口的設計 我覺得是很實用 那加上 滑門雖然是原就有的設計 但是上下車它就是很方便 這樣 你看 它的整片式 包括它現在後面 它的保雷設計 它也是做整片 做整片的 可以說 這樣子 也更有 一些交車式的設計 德利卡內裝的部分 其實它改變很多 那就 剛剛我在片頭 講的 介紹的部分 就是說 德利卡它的安全性 現在也是提高了 它 裝了安全氣廊 它的方向盤 現在也有做 定速的設計 然後 它還有ECO的節能專制 就是 過去會比較 叫舊款的德利卡 大家可能會覺得 比較 油耗比較高的部分 那它現在 ECO的設計 在這個節能部分的話 也是精進很多 那再加上 我們現在 你看 我們的左右兩側的車窗 它的盲點偵測 這 我剛剛講的 它真的是 很好用 還有 我們的 USB 以及它的 一些飲料架的設計 然後還有它的 自排 它的自排 設計上來講 現在搭配 八人座 在市場上 其實以 相行車 然後大概 比較平價的車種 德利卡 八人座自排 真的 在這邊 滿推薦給大家的 那這一台 德利卡 它的 八人座的 承載 它三排的座椅 在空間上來講 是非常的足夠 像現在的話 比較流行 錄影的話 其實 也是非常的適合 大家可能說 那是商業車啊 那是載貨用的 可能以前 大家的觀感是這樣 那現在 德利卡 其實是 它的搭配的一些配備 真的也可以讓我們 把它當作是 旅遊的一台車 不是 不只是單單一台商業車 它真的是功能性又比較 很多的功能配備提升了不少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燈